什么 淡宰岛并不是一座无主之岛 它的统治者是一位女王 所有淡宰见了它都害怕 众所周知 淡宰岛的处境非常危险 它它是一座悬空小岛下方 是白色虚空 随时都会坠落 那么淡宰岛的最高统治者女王 究竟长什么样子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摇摇欲坠的淡宰岛 它非常的繁华 上方修建了很多气派的建筑物 如果你喜欢淡宰岛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淡宰岛上不仅繁华 而且还有很多高科技产品 比如说黄金赛车 淡宰可以坐上去 直接就可以把它开走 它可以带淡宰在淡宰岛快速的及时 非常的好玩 并且在淡宰岛上还有红色飞机 当淡宰坐上红色飞机 可以把淡宰带到天空中 也是非常好玩的 可见淡宰岛的科技是多么的高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如此繁华 且高科技产品 众多的淡宰岛 它的最高统治者女王 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淡宰岛上 找到了淡宰岛的最高统治者 小伙伴们 你们看她的名字叫薔薇白皇后 官方大大说 她在淡宰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非常厉害 她才是淡宰岛真正的统治者 并且在她的头顶 爱着象征着权利的女王皇冠 所以说繁华的淡宰岛 它并不是一座无主之岛 它是有女王的 不过女王一直被官方隐藏了起来 记住淡宰岛女王的名字 薔薇白皇后 是她创造了美丽淡宰岛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